好,花莲县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美丽的海岸线 石堤坪海域是花莲县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 海洋资产也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 那么长期以来海洋垃圾问题给这片美丽的海域带来不少的压力 花莲环境保护局之前就在石堤坪油气区举办亲近海的活动 并且邀请了和平潜水以及此季大学共襄盛举 总共有100人一同来参加 为响应国家海洋日并呼吁大众能够重视海洋环境保护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日前就在石堤坪游戏区举办了亲海活动 并邀请和平潜水以及此季大学学生参与 这个海域里面我们发现了很多的海漂的 比如说这个塑胶瓶为所有粒子的东西 甚至塑胶筒或者是渔网上面的这些胡同 最主要还是酒瓶、宝特瓶、淹地 这是最常见的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做消化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它剪起来 再做销毁的动作 那希望是说透过我们这些 潜水的志工我们组织的一个潜海战将来维持我们在地的干净 给这些鱼类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共有一百人共襄盛举 其中40名的潜海战将成员进行海底的垃圾清除作业 总计清除了海底垃圾44公斤 回收物品6公斤 跟我们的潜海协会 还有一些慈基大学的同学去做一个合作 那他们在潜水当天清理了大概有44公斤左右的垃圾 那包括还有大概6公斤左右的可回收物 那其中发现大概渔网都居多 在垃圾的部分 那可回收物的呢 都可以发现是在宝特瓶 以宝特瓶为居多 那环保局这边每年也会希望说 借由公务们的一些资源跟力量鼓励他们 所以我们每年针对环保舰队跟潜海战将 都会有一些评比评鉴的奖励计划 来鼓励他们 希望他们说他们的努力 我们可以做一些鼓励 环保局呼吁海洋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态资源 对维系地球生命的平衡至关重要 保护海洋环境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 从日常生活中小事做起 从共同的守护海洋 让地球更加美好 记者林杰花林寺采访报道